在外交部上面有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事情是美政坛第三大人物裴洛西再传下个月来到台湾了 但我们看到英国的金融时报在18号的报道呢就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计划在下个月访台湾展现对台湾人的支持 那亚洲的访问行程当中呢顺利的话造访将是25年来首度由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来访台 那白宫内部对此的意见分歧因为时机太敏感了 加上美中正安排对习近平的对话 白宫也曾对裴洛西的这个表达做一个关切 那除了台湾之外呢也会访问日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夏威夷 不过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裴洛西这次的亚洲行很有可能会落空 这部分还在持续的关注当中 那外交部则是说他没有接到任何的相关讯息 那原定其实在4月的时候呢上旬他就要来访台湾了 结果因为新冠肺炎确诊而取消了行程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部分 行程还是有变数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顺利造访的话是25年来首度在美国有现任众议员访台 那白宫内部对于这个部分呢是产生一些比较敏感的话呢 认为说这个时候访台有一点点的敏感 为什么因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提到说 大陆坚决反对美国若一意孤行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 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 所以裴洛西来台湾的这个动作 这个举动呢其实也牵涉到了美中台三方面的局势 那大陆外交部在19号的例行性记者会上面呢 发言人赵立坚就刚好提到 他就对于说美国众议院裴洛西 即将在8月来台的消息呢 表现的态度是相当的强硬 并且也坚决的反对 那要求美方是要求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得安排裴洛西来到台湾访台 中方已经多次就此表明严正立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八坪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就能够买得到